反弹会查选择性招标Jana Vibawa案件 居然还有暗中暗 在昨晚调查了相关案件的主谋Dr. Roy之后 反弹会接下来要调查的下一个目标 瞄准一名政治人物的儿子 也就是所谓的正二代 Dr. Roy今天被反弹会带到吉隆坡推示厅 延长扣留三天 他是在反弹会发出通缉令之后 主动自首后被逮捕 根据自由金热大马的消息 Dr. Roy涉及与Jana Vibawa相关的一宗案件 在逮捕了主谋Dr. Roy 相信很快就能完成调查 而一名政治领袖的商人儿子 也正在被调查 根据报导 这名Dr. Roy声称从反弹会官员那里 获得跟Jana Vibawa案件有关系的人物名单之后 趁机捞取商机 联络名单中的人 宣称可以协助他们避免被捕 但代价是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那名单当中没有别人 就是那名所谓的正二代 那简单来说 就是Dr. Roy假借知道了这名正二代可能被调查 于是就跟其他人联手去敲诈这名正二代 那听起来真的是比连续剧还要连续剧 那消息也透露 Dr. Roy相信是从跟这名政治领袖关系密切的人士身上 收到了这笔钱 而这笔款项根据当今大马的报导 一共是40万令吉 Dr. Roy并不是单独犯案 他还有其他四名同伙 那报导也说他们在3月6号拿到了40万令吉的款项 然后在上个星期四逮捕了这四个人 并从多个地点取回了部分的现金 不知道你听得明白这个骗局的剧情吗 还是你更想知道所谓的正二代究竟是谁 他的政治人物老爸又是什么人物 不知道这几天会不会有更多的详情流出来 喜欢这期影片记得点赞分享 也记得要留守热点Hotspot 为你带来更多国内政坛大戏的最新剧情